1935年遵义会议上 毛泽东对左倾冒险教条主义错误 做出了有力的批判 发言结束后有一人率先表态 投下关键一票 最终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此人是谁 1933年9月开始 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 发动第五次围剿战役 这次他采用了新的作战战略 大量修建堡垒 步步为营平稳推进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的意图 多次向中央建议强敌面前应该以防御为主 可惜此时他早已被王明 伯谷等人架空 根本没有人听取他的建议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要求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硬碰硬 苦战一年始终无法扭转局面 反而不断地损兵失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红军迫使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 又因为错误的战略方针损失惨重 毛泽东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加上瘧疾缠身 只能躺在担架上 心中一场苦闷 同样躺在担架上随军转移的王家祥 成了他的主要倾诉对象 王家祥曾经和王明一起流血苏联 早期深受教条主义影响 回国以后逐渐认识到中国情况特殊 不能完全复制苏联的经验 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两人在担架上经常探讨局势 以及红军战败的原因 王家祥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 等到伤势痊愈 两人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毛泽东到个团部宣传自己的军事主张 王家祥找到老同学张文天争取支持 张文天也早就对王明 伯谷等人不满 立即加入到二人的讨论中 不久后 朱德 周恩来 聂荣珍等人 也都表示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 1935年1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遵议会议 会议主题是总结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伯谷率先发言 他避重就轻 将红军势力的主要原因 归结为敌人势力过于强大 这段发言显然无法让众人信服 会议上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重 周恩来第二个发言 他反思几过 犀利地指出内部指挥错误 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同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接下来是张文天发言 他的言辞更加激烈 矛头直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随后毛泽东发言 他全面总结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指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危害 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 毛泽东发言结束后 会议一度陷入僵局 是继续坚持王明、伯谷、李德等人的领导 还是支持毛泽东的思想 大家各怀心思全都沉默不语 这时候王家祥忽然站了起来 他大声说 我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他率先发言也给了大家莫大的鼓励 众人纷纷响应 最终确定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东曾经多次回忆起遵义会议 他说是王家祥 投出了关键性的一票 共产党能够杀出重围 不断壮大 他功不可没